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姑娘 欢迎你来这里上第一节芭蕾课 一会儿我来接你 再见 祝你愉快 这些是佩奇的朋友 小猫坎迪 小杨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和小马佩德罗 孩子们 今天我们来了一位新同学 小猪佩奇 好了 佩奇 到你的朋友那儿去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好了 孩子们 首先我们练习半蹲 这个动作叫半蹲 现在练习小跳 叫交织式跳跃 动作要做得优雅美丽 交织式跳跃 动作要优雅美丽 交织式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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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要优雅美丽 发织式跳跃 芭蕾课真是太有意思了 请把双手举起来 想象你们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天鹅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动作要做得优雅美丽 佩琪喜欢跳舞 大家都喜欢跳舞 妈妈妈妈 我们都像天鹅那样跳舞了 佩琪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我要跳得既优雅 又美丽才行 那很好啊 我给你看看我是怎么跳的好吗 我们先回家吧 回家后你再表演给爸爸 乔治和我看 再见 佩琪和猪妈妈到家了 爸爸乔治 我来教你们怎么跳芭蕾舞吧 会不会很难呢 对我来说挺简单的 但是爸爸乔治和妈妈 跳起来就会比较困难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点音乐 很好 现在呢 乔治爸爸和妈妈 你们都得照我的动作来做 林阳夫人用了一个好笑的词 但是其实只是弯曲你的膝盖 然后跳起来 啊 这个叫交织式跳跃 爸爸 你竟然知道这个好笑的词啊 呵呵 妈妈和我以前芭蕾跳得很好的 小心一点 猪爸爸 哈哈哈哈 我们最喜欢的舞是双人舞 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的 糊涂的爸爸 我们还是让佩奇来表演芭蕾舞吧 是的 我跳得最最好了 我是一只漂亮的天鹅 复营 佩奇一家人要去宿营了 我最喜欢宿营了 我们到了 好嘞 佩奇 乔治 这个帐篷是我小时候用过的 爸爸 你是怎么把这个搭成一顶帐篷的 不用担心佩奇 我是搭帐篷的好手 猪妈妈请把布布铺到柱子上 这样就行了 小菜一碟 哦 这些钉子干嘛用的 哦 当然了 我把这些钉子全给忘了 用钉子把帐篷织起来了 好了 这顶帐篷有点小哎 我还是小孩子时是够用的 现在这么多人确实有点小 那是因为你从小到现在长大了很多猪爸爸 而且你的肚子也越长越大了 说起肚子的话该做晚餐了 是的 首先我们得找些木柴来生火 好的 佩奇和乔治在帮爸爸收集木柴用来生火 乔治 我来捡木柴 你帮我拿着它们 收集棍子太好玩了 很好 这些木柴够了 这堆篝火堆得真不错 我来点着的 火柴在这儿 我们不需要用火柴 爸爸 不用火柴的话要怎么生火呢 我要用一个老方法来生火 就是通过不断摩擦这两根棍子 爸爸不断地摩擦这两根棍子来点燃篝火 我在哪里呀 爸爸 就快有了 好 小菜一碟 现在我们可以加热番茄汤了 啊 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蟋蟀发出的声音 这又是什么 是猫头鹰 快看 它在那儿呢 哇 这个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 哦 我不确定 这是爸爸的肚子 我肚子的声音是大自然最好听的声音之一 真意味着该开饭了 我喜欢蜃蜜糖 你太胖了 进不来的 那么好吧 我其实宁愿睡在外面 晚安 猪爸爸 晚安 爸爸 晚安 大家都晚安了 猪妈妈 佩琪和乔治睡在帐篷里 爸爸在帐篷外的星空下睡着了 啊 我真喜欢宿营 睡在大自然中 星星就在你的眼前 可能这不是个好主意 都怪这天气 天亮了 爸爸 睡在帐篷里面真的好舒服啊 哦 爸爸在哪儿啊 猪爸爸不见了 可怜的猪爸爸 他现在一定又冷又湿的 他去什么地方了 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打汗的声音 哈哈哈 爸爸你在这里啊 怎么了 爸爸 你没事吧 哦哦哦 我当然不会有事了 我是宿营专家呀 我睡在车里面了 哈哈哈 可怜的爸爸 哈哈哈哈哈 我最喜欢宿营了 哈哈哈 コココ オ parti 故事难到 太阳当空照着 天气非常的炎热 真是个不错的大热天啊 嘿嘿嘿嘿 娩琪和乔治穿上了靴子 他们要去泥坑里跳来跳去 我最喜欢跳泥坑了 哦 糟糕 天气太热了 泥坑都被晒干了 妈妈 爸爸 泥坑被晒干了 我们没法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 佩奇 天气这么热 今天你可以在冲气泳池里玩了 太棒了 冲气泳池 不过 首先你得换上你的泳装 好的 妈妈 佩奇和乔治换上了他们的泳装了 猪妈妈也换上了她的泳装 猪爸爸也换上了自己的泳装 今天太阳光太厉害了 得抹上防晒霜 擦了脸上油油的 好难过 难过 哈哈哈哈 这么小的事不要抱怨了 是啊 今天我们都要抹防晒霜 哦 嘿嘿嘿嘿 快来 乔治 我们先给冲气泳池冲上气 猪爸爸再给冲气泳池冲气 太简单了 佩奇抓住了水管 然后妈妈打开了水龙头 水在哪里呢 妈妈用水管把泳池灌满了水 佩奇和乔治喜欢冲启泳池 冰淇淋 冰淇淋 是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冰淇淋 天很热的时候兔小姐会卖冰淇淋 妈妈 爸爸 乔治和我可以吃冰淇淋吗 好吧 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能给我也带一只回来吗 大家都爱冰淇淋 你好 朱妈妈 佩奇 乔治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谢谢 麻烦你 我和朱爸爸也各要一个冰淇淋球 那小帅哥乔治要什么冰淇淋啊 恐龙 你想要恐龙 别闹了 乔治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恐龙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这里正好有卖恐龙形状的雪糕 恐龙 乔治 快把雪糕吃完 不然要化了 恐龙 乔治太喜欢他的恐龙雪糕了 他都不舍得吃了 谢谢你 兔小姐 祝你们玩得愉快 乔治 雪糕化掉之前 要快点把它吃完 不然 它就会掉到地上 哦 糟糕 乔治的恐龙雪糕最后还是化了 掉在了地上 没关系的乔治 你可以吃爸爸的冰淇淋 他是不会介意的 天气太好了 猪爸爸竟然睡着了 爸爸看上去好热 把水倒在爸爸身上 让他凉快一下 好主意 佩奇 出什么事了 你刚才又热又红呢 猪爸爸 我们在你身上倒了水 哦 是这样 谢谢你 佩奇 乔 你坑有水了 快点 乔治 我们快去穿靴子 佩奇和乔治穿上他们的靴子 佩奇和乔治喜欢大热天 他们最喜欢在水坑里 跳来跳去 化妆舞会 佩奇和乔治在开一个很棒的化妆舞会 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 佩奇化妆成了一位仙女公主 乔治打扮成了一只恐龙 恐龙 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包括小羊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和小马贝德罗 苏西打扮成了护士的样子 你好啊 苏西 你好 朱先生 很高兴这儿来了位护士 你刚从医院出来吗 我并不是一个真的护士 我只是半成护士 非常好 瞧啊 这是谁啊 我是一个海盗 这下你害怕了吧 我是巫婆 我能把你变成青蛙 我是小丑 太好笑了 你扮的是什么 瑞贝卡 我是胡萝卜 扮得可真像 快进来 里面有仙女公主和恐龙在等你们呢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你好啊 苏西 我是佩奇公主 你和我说话的时候记得要鞠躬 你好 公主殿下 我是护士苏西 嘴巴张大 然后说 我是小丑 来表演一个吧 瑞贝卡 你为什么扮成胡萝卜 我喜欢胡萝卜 我喜欢胡萝卜 恐龙 有一只可怕的恐龙 佩奇在欣赏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镜子回答我 世上最漂亮的人是谁 当然是你了 佩奇 你好 佩奇 你好 我今天是仙女公主 我是巫婆 我呀 还有一根魔法棒呢 我也有一根魔法棒 我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我也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恐龙 哦 糟糕啊 乔治被自己的样子吓坏了 哦 我可爱的乔治 乔 镜子里的那个就是你 孩子们 该决定谁是化妆舞会上 打扮得最好的人了 我们需要裁判 这是佩奇的派对 就让她来做裁判吧 我是裁判 我是裁判 爸爸 什么是裁判 裁判就是决定谁打扮得最好的人 哦 这样啊 佩奇将会选出谁打扮得最好 苏西 能让我仔细看看你的装扮吗 我是苏西护士 我能减轻人们的病痛 非常好 苏西护士 换你了 丹尼 我是个海盗 你觉得怕了吧 现在轮到坎迪了 我是巫婆 我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哦 我是仙女公主 我也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孩子们 孩子们 对不起 妈妈 下一个是谁 我是小丑 非常好笑 还有瑞贝卡 我是胡萝卜 很不错 看来我的弟弟乔治 打扮成了一只恐龙 每个人的装扮都非常棒 好耶 现在你来公布谁胜出了 没问题 胜出的人是 我 佩奇 你不可以选自己的 你可是裁判 不能吗 你必须得另选一个人了 哦 好吧 那么胡萝卜赢了 好耶 谢谢你 佩奇喜欢化妆舞会 每个人都喜欢化妆舞会 沉睡公主 已经是晚上了 佩奇和乔治准备睡觉了 晚安 佩奇 乔治 妈妈 爸爸 什么事 佩奇 我现在还不想睡 能给我讲故事吗 但乔治很可能困了 不想听故事 乔治 你想听个故事吗 快说想听 那好吧 那么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好了 等爸爸讲完了故事之后 你们是不是就答应去睡觉了 我答应你们 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关于沉睡公主的故事吧 这是个精彩的故事吗 听上去有一些无聊 你不会无聊的 这是个很棒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会有小公主吗 佩奇 如果你一直说 爸爸的故事就没法开始了 对不起 妈妈 所以这个故事里 有一个小公主是吗 爸爸 是的 故事里有一个小公主 嗯 沉睡公主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座城堡 里面住着一位公主 大家叫她沉睡公主 爸爸 她为什么叫那个名字 我稍后会解释 那位沉睡公主长得漂亮吗 是的 她非常漂亮 她喜欢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样子 我真是太漂亮了 嘿嘿嘿嘿嘿嘿 那还有谁住在城堡里呢 呃 还有 住在城堡里的另一个人 那就是小王子 王后妈妈 呃 还有国王爸爸 呃 说得没错 他们都住在城堡里 国王爸爸的肚子很大吗 当然不大了 他非常的英俊 就像我 嘿嘿嘿嘿嘿 除了他们 在城堡外 有一只龙 恐龙 恐龙 哦 是的 那不是龙 那是一只恐龙 住在城堡外的 是只巨大凶残的大恐龙 哇 哇 哇 哦 天呐 可能那只恐龙也没有那么凶恶 是不是猪爸爸 对不起 乔治 其实那是一只非常温和的恐龙 它每天都要吃掉好多的草 猪爸爸 哦 抱歉 我假装自己是恐龙 哦 嘿嘿嘿 爸爸 为什么这位公主 要叫沉睡公主呢 我会讲到的 你看 太阳下山了 星星和月亮升起来了 城堡里的每个人 都变得很困 嗯 哦 哦 哦 但是感到最困的 则是这位沉睡公主 佩奇 你觉得困了吗 没有 爸爸 我一点都不觉得困 看来有人困了 乔治 快醒醒 你就要错过故事的结局了 佩奇可能不困 但沉睡公主一定是困了 她整天对着镜子看自己 已经把她彻底的累坏了 让我抱你去睡觉吧 晚安 我们的沉睡公主 她实在是太困了 所以她很快就睡着了 谢谢你的故事 国王爸爸 不用谢 王后妈妈 我们的小王子和小公主很喜欢这个故事 煎饼 一家人在喝茶 猪妈妈准备了一个惊喜 今天呢 我们要吃煎饼 煎饼嘛 真是太棒了 我喜欢吃煎饼 大家都喜欢煎饼 我可是一个翻煎饼的高手 让我来翻吧 你确定吗 猪爸爸 上次你把煎饼掉地上时 你可是有点焦躁哦 我上次并没有焦躁 是那个煎锅有问题 妈妈 我们能一起帮忙做煎饼吗 拜托了 没问题 你们帮忙做面糊 首先 我在碗里倒些面粉 接着加一个蛋 现在加牛奶 然后我搅拌一下 妈妈 能让我搅拌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佩奇喜欢搅拌 乔治也想帮忙 对 乔治 要像这样 好了 已经可以了 妈妈 我做煎饼的时候 你们就坐在桌旁 猪妈妈要把煎饼翻过来了 太棒了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 猪妈妈 猪爸爸 等你自己做煎饼时 可以教我们 第一个煎饼是给乔治的 妈妈在乔治的煎饼上倒了一些糖浆 真好吃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给佩奇的 好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 猪妈妈 猪爸爸 等你自己做煎饼时 可以教我们 我也要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猪妈妈自己的 你的煎饼翻得还是不够高 猪妈妈 下一个煎饼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都在看了吗 煎饼要做的好吃的秘密就是一定要把它们翻得高高的 一 二 三 转圈 你失败了 可能有点太高了 太可惜了 那可是最后一个煎饼 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 噢 糟糕 猪爸爸够不到它的煎饼 别着急 猪爸爸 我想我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我们上楼去 孩子们 这边来 猪妈妈打算做什么呢 听我口令 我数到三 我们就一起上下跳 一 二 三 跳 哈哈哈哈 他们在楼上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 哦 成功了 猪爸爸终于拿到了它的煎饼 爸爸的煎饼掉在他头上了 哈哈哈哈 煎饼上要倒糖浆吗 是的 麻烦你了 哈哈哈哈 一 二 三 转圈 太好吃了 哈哈哈哈 小哥 这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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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猪爸爸和猪妈妈刚给佩奇和乔治做好早餐 早餐都做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佩奇脸上出现了红色小点 妈妈 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哦 糟了 佩奇 你的脸这是怎么了 别担心 我来打给棕熊医生 我是棕熊医生 请说 佩奇感觉不舒服 她脸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小点 让佩奇先躺下来 我一会儿就过来看看她 棕熊医生过来给佩奇治病了 你好吗 佩奇 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不太好 麻烦你先把舌头伸出来 嗯 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佩奇只是得了疹子而已 我需要吃药吗 疹子很快就会退下去的 但如果你坚持要吃的话 我可以给你开一点点药 好的 请开吧 我必须得提醒你 这味道可不太好 请你把嘴巴张大 天哪 这药太难吃了 你一口就把药吃下去了 你真是个勇敢的小家伙 佩奇必须得躺在床上 我晚点会再过来看她有没有好转 别人能看望佩奇吗 哦 当然了 可以来看望她 这疹子不会传染的 再见了 再见了 棕熊医生 妈妈 我能下床吗 棕熊医生说 你必须卧床休息一阵子才行 嗯 但这样好无聊啊 棕熊医生说 可以让朋友们来看望你 可以让苏西来看望吗 小杨苏西是佩奇最好的朋友 我们来打电话问问她吧 你好 周妈妈 请让苏西听一下电话 你好 苏西 你好 佩奇 我感觉不太好 我脸上长了好多红点子 医生去看过你了吗 是的 棕熊医生来过了 他说我看上去不太好 但是我非常的勇敢 所以你真的生病了 是的 是的 我不是在装病 我必须得躺在床上 棕熊医生还开了药给我吃 你药的味道真是很糟糕 我过来看你吧 我要穿我的护士装来 小杨苏西来看望佩奇了 苏西穿着一套护士装 小狗丹尼和小兔瑞贝卡一起来了 你好 佩奇 你们好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不太好 苏西 我得一直躺在床上 怎么做才能让你感觉好些 你们可以帮我倒一杯橙汁来吗 好的 佩奇看上去还挺享受生病的 谢谢你 苏西 你感觉好一些了吗 感觉好点了 你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妈妈 我能不能吃冰淇淋 还有瑞贝卡 你可以帮我从花园里拿一些花来吗 棕熊医生过来看佩奇有没有好一点 哦 很好 护士小姐已经来了 病人怎么样了 哦 我不是真的护士小姐 我只是在扮演 我明白了 那你介意我亲自去看看她吗 好的 请吧 我就说吧 你脸上的红点消失了 你已经康复了 所以我不再生病了吗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应该要在床上再多躺一会儿 嗯 我现在很想去花园里面玩一会儿球 有谁要参加吗 我 我 我 还有我 我还从没见过康复得这么快的病人呢 学校游园会 今天是学校的游园会 佩奇喜欢去游园会玩 这些是她的朋友小猫坎迪 小羊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和小马佩德罗 嘿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我喜欢学校游园会 我也是 你最喜欢玩什么呢 在脸上画画 我喜欢气球 我最喜欢那个充气城堡了 所有的我都喜欢 非常好的选择佩奇 一会儿见 佩奇 一会儿见 乔治 你最喜欢玩什么呢 恐龙 哦 乔治 游园会里可是没有恐龙的 也许我们可以给你找个恐龙气球 你能确定它们有恐龙气球吗 猪爸爸 我当然能确定 乔治和我可以先去在脸上画画吗 当然了 兔小姐把佩奇的朋友们画成了老虎 画好了 苏西 看你现在像只老虎 谢谢你 兔小姐 哇 我喜欢你的脸 苏西 你画的是小猫吗 不 我是老虎 佩奇 你想在脸上画画吗 我想 谢谢 我要画成大象形吗 哦 天呐 我不知道怎么画大象 但我能画老虎 好的 就帮我画老虎 好了 佩奇 现在你是老虎了 我是老虎 乔治 你想画成什么呢 恐龙 恐龙啊 不如画老虎怎么样 我画老虎很在行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老虎是一只大猫 而我就是只猫 坎迪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一只老虎吗 好的 老虎走路走得非常非常慢 然后会跳起来 老虎喜欢把它们自己舔干净 那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它们会这样 还怎么好啊 哦 我的天呐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它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棒 你好 羚羊夫人 请给我几个气球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气球 能不能给我一个大象气球 好的 给你佩奇 我要一个袋鼠气球 我要一个狮子 我要一个猴子 一个鹦鹉 谢谢你 好的 这些我都有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给乔治一个恐龙气球 哦 天呐 真的很抱歉 我这里好像没有恐龙气球 哦 别担心 乔治 我有主意了 给我们两个长的气球好吗 好了 大家看好了 猪爸爸准备要怎么摆弄这些气球呢 好了 大家猜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袋鼠 不是 它是 恐龙 说得没错 这是一只恐龙 猪爸爸真的做了一只恐龙气球 恐龙 我们去玩充气城堡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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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喜欢在充气城堡上玩 大家都喜欢在充气城堡上玩 这是最好玩的学校游园会了 克洛伊的木偶表演 佩奇一家去看望猪伯伯 猪伯母和堂姐克洛伊 我觉得猪伯伯会在吃好午餐后睡着 他每次都那样 猪爸爸 你不该这么说你自己的哥哥 尤其是在孩子们面前 但那是真的 猪伯伯每次都吃太饱 然后就睡着了 而且大呼打得很大声 呃 佩奇 乔治 忘了我刚说关于伯伯的事吧 好的 爸爸 佩奇和家人到了猪伯伯和猪伯母的家 你们好 伯伯伯母 你们好啊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哥哥 猪伯伯是猪爸爸的哥哥 克洛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你好啊 克洛伊 你好佩奇 你好乔治 我想给你们看点东西 等等我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是我的新木偶剧场 是我的爸爸给我做的 哇哦 我已经做了两个木偶啦 这个叫做克洛伊 你好啊 我是小猪克洛伊 哈哈哈哈 而这个是我爸爸 是伯伯 你好佩奇 我是猪伯伯 呵呵呵呵 克洛伊 我和乔治 能不能也做个木偶呢 可以啊 克洛伊画了木偶的眼睛 我能画他的嘴吗 可以 我的名字叫佩奇 呵呵呵呵呵呵 乔治 你想做什么样的木偶呢 恐龙 你想做恐龙 不愿你问乔治要干什么 他一定会回答你恐龙 好的 一只恐怖的恐龙木偶 克洛伊 在给乔治做恐龙木偶 他要有尖尖的牙齿 给你 一只恐怖的恐龙 견 吃午餐了孩子们 来了 午餐之后 我们来跟木偶表演吧 朱伯母给大家做了意大利面 这个意大利面实在太好吃了 最好吃的意大利面 这就能看出来你俩是兄弟 每个方面都很像 什么意思啊 我们完全不一样 佩奇 乔治 还有我 准备了一个木偶表演 真是太好了 准备好了 叫我们 叫我叫 木偶表演听上去很好玩 还有时间我能再多吃点吗 我也想再来点行吗 木偶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你们好 我叫做克洛伊 你们好 我叫做佩奇 是一只恐龙 一只可怕的恐龙 真是不错 表演得真棒 太棒了 我是朱伯伯 你好啊 伯伯 你好啊 佩奇 看上去 看上去真像你 我觉得他们把我的肚子做大了点 我非常喜欢我的午餐 伯伯 你睡着了会打呼吗 就像是你以前那个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啊 爸爸说你吃完午餐总是会睡着 而且打呼声很响 就像这样 你爸爸说的对 我确实这样打呼 哦 猪爸爸 你真不敢说你些关于猪伯伯的话 我不觉得猪爸爸还有猪伯伯 能听见你说的话 猪爸爸和猪伯伯都睡着了 他们两个果然是亲兄弟啊 发生了什么事 木偶表演还没有开始吗 博物馆 佩奇一家要去博物馆参观 爸爸 什么是博物馆 博物馆是存放很多古老有趣东西的地方 比你还老吗 是的 甚至比我还老呢 哦 真的很老啊 有间房间放满了很久以前 属于皇帝和皇后的东西 我想看皇帝和皇后的东西 还有间房间 里面有只真恐龙 哇 恐龙 你好 猪妈妈 你好 兔小姐 你需要多少张票 成人儿童各两张 恐龙 也给恐龙一张票 佩奇想看那间放满了皇帝和皇后东西的房间 哇 恐龙 但乔治想去看真的恐龙 别担心 我们一会儿就去看恐龙 佩奇 佩奇 这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皇后拥有的 这是皇后的特别椅子 这个叫做宝库 这条是皇后的裙子 这实在太漂亮了 佩奇 你瞧 这是皇后的金色皇冠 哇 这东西好特别呀 妈妈 皇后的电视放在哪里呀 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视机 竟然没有电视 但是他们应该有电脑吧 没有 他们那时也没有电脑 那他们整天干什么呢 妈妈 如果我是皇后 我想吃多少蛋糕就能吃多少 佩琪想象自己是皇后 真好吃呀 您还要来点什么 佩琪皇后 好的 再来点蛋糕吧 没问题 大家都来这里 来了 爸爸 爸爸 我是佩琪皇后 和我说话的时候记得要鞠躬 哦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皇后陛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你的爸爸 嗯 这还有点意思 是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间房间是干什么的 这间就是恐龙屋了 你说恐龙屋吗 乔治 这就是那间恐龙屋 恐龙 那恐龙屋在哪里呢 他就在屋子的某处 我看不见他 我想他一定很小吧 事实上 佩琪 他的个子很大 哇 哇 这些都是真恐龙的骨头 知道吗 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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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乔治想象自己是一只大恐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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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只真的恐龙 救命 救命啊 这间恐龙屋是乔治最喜欢的房间 我最喜欢的是皇帝和皇后的那间房间 看来爸爸已经去他自己最喜欢的房间了 那是什么房间妈妈 有很多蛋糕的房间 住爸爸最喜欢的房间是博物馆的餐厅 哈哈哈 来吧 吃吧 哦 太棒了 这间房间真是不错 哈哈哈 午餐 猪爸爸和猪妈妈带佩琪和乔治去爷爷奶奶家吃午餐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哈哈哈 你们好我的小宝贝 你们想从花园里摘些蔬菜来当午餐吗 当然好啊 哈哈哈 你好爷爷 你好爷爷 你们好啊佩琪和乔治 这是猪爷爷的蔬菜花园 里面的菜全都是他自己种的 哦 这是什么 这是恐龙 哦哈哈哈哈 哼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快点摘一些蔬菜去做午餐吧 呵 呵呵呵 呵呵呵vasive 佩琪 你喜欢吃番茄吗 我很喜欢爷爷 乔治,那你喜欢吃番茄吗 讨厌 乔治他最讨厌吃番茄了 哦,好吧 那你们喜欢吃生菜吗 我很喜欢爷爷 讨厌 乔治他也不喜欢吃生菜 哦,天哪 我的花园里一定有乔治喜欢吃的 你喜欢吃黄瓜吗 难吃 乔治不喜欢吃黄瓜 不喜欢吃生菜 也不喜欢吃番茄 那好吧,乔治 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蔬菜 巧克力蛋糕 乔治你弄错了 巧克力蛋糕可不是蔬菜哦 如果我把蔬菜做成可口的色拉 那也许乔治就喜欢吃了 哦,你们摘了好多心 我们要吃咸的番茄,生菜和黄瓜 得先把它们洗干净 佩奇和乔治要帮忙把蔬菜洗干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这样差不多可以了 猪奶奶把番茄 生菜还有黄瓜做成了色拉 好了 猪爷爷 去叫大家来吃饭吧 吃饭了 猪奶奶做了披萨给大家吃 这些是蔬菜色拉 全都是用爷爷的番茄 生菜和黄瓜做的 好了 大家开动吧 乔治吃完了披萨 但乔治不喜欢番茄 生菜也不喜欢黄瓜 亲爱的乔治宝贝 你不喜欢吃色拉吗 不喜欢 乔治 来尝尝这块新鲜可口的番茄吧 难吃 乔治 来尝一尝黄瓜吧 这是爷爷自己在花园里种的 吃一片生菜吧 乔治 很好吃的 哦 好了 别哭了 乔治 看看我在做什么 现在它是一头恐龙了 恐龙 乔治最喜欢恐龙了 乔治开始吃番茄 生菜和黄瓜了 干得漂亮 乔治 要再吃一点吗 乔治 饱了 乔治 你是不是吃得太饱了 所以一点番茄 生菜和黄瓜都吃不下了 乔治吃得太饱不能再吃了 乔治 你是不是吃得太饱别的都吃不下了 乔治吃得太饱什么都吃不下了 那样的话 你应该也吃不下巧克力蛋糕了吧 巧克力蛋糕 我的天哪 看来乔治又有胃口吃别的东西了 我的堂姐 克洛伊 佩奇和乔治在花园里玩 交给我吧 乔治 你的球扔得太用力了 乔治 按照规则来说 我赢了 现在轮到我了 我又赢了 佩奇 乔治 今天你们堂姐克洛伊要来家里玩 好吧 我喜欢克洛伊 乔治 克洛伊跟我一样 是个大姑娘了 所以如果她觉得你太小了 不和你玩的话 你不要伤心哦 我想克洛伊会和你们一起玩的 克洛伊来了 朱伯母带着克洛伊来佩奇家里玩了 克洛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她比佩奇和乔治大一点 你好啊 克洛伊 你好啊 佩奇 你好乔治 一会儿见 你想玩游戏吗 是的 我们来玩泥跑火追 佩奇最喜欢这个游戏 你还玩泥跑火追 那可是小孩子的游戏 我们玩泥跑火追是因为乔治喜欢这个游戏 好的 那就陪乔治玩吧 我们是按大人的规则玩 还是按小孩子的规则 按大人的规则玩 准备好了 佩奇 你做追的人有本事抓住我 佩奇是那个追的人 她要去追克洛伊和乔治 抓不到我吧 乔治 要抓住你太简单了 你那么小 这不公平 你在帮助乔治 那是因为她还小 你需要我帮你吗 不 我不需要帮助 我和你一样是个大姑娘了 快来吧 佩奇 你来抓我们吧 不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 抓不到 这个游戏不好玩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好的 我知道一个大孩子们玩的有趣游戏 叫做狡猾的狐狸 狡猾的狐狸 我想要玩狡猾的狐狸 怎么玩呢 由一个人来做狡猾的狐狸 其他的人悄悄地走向她 我玩我玩 我要做狡猾的狐狸 佩奇做狡猾的狐狸 她转过去时其他人慢慢地走向她 当佩奇转身时看见谁在动 那她就得回到原位重新开始 乔治 我看到你动了 你要回到原位 抓住你了 我赢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你就动了 规则说我随时都可以动 是不是 乔治 现在轮到克洛伊来做狡猾的狐狸了 佩奇和乔治必须保持不动 佩奇 我看到你动了 回到原位 太不公平了 你看了太久了 规则说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回到原位 乔治赢了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可以 但必须是大人们玩的游戏 我知道 我们来玩我最喜欢的游戏 大人的游戏 乔治 佩奇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佩奇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 如果你想要跳泥坑 你必须得穿上靴子 我也给你带了一双靴子 扣罗伊 我已经是大人了 不能在泥坑里跳 我也是 乔治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其实佩奇也喜欢 但她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 我听说这里有跳泥坑可以玩 猪爸爸和猪妈妈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看上去很有趣 是的 的确很有趣 也许可以增加一条规则 大姑娘也能在泥坑里玩 是的 这是条好规则 看谁先到 看谁先到 佩奇和克洛伊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姑娘也喜欢 新车 今天佩奇一家开着红色小车准备出油 把车棚放下来好吗 好的 爸爸 佩奇和乔治喜欢这辆车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出发咯 我喜欢我们的车 我们的小车也喜欢我们 对不对呀 哦 糟糕 车子好像出了点问题 怎么了 爸爸 嗯 我也不知道 我们把它开去狗爷爷的修车场吧 他能修好的 真是个好主意 猪妈妈 狗爷爷开了家修车场 他很擅长修了一汽车 怎么回事 猪爸爸 你的车子听上去有点问题 请问你有没有办法修好它呢 当然 但是这需要一整天 哦 我们本来是想开车出去兜风的 别担心 我修车的时候可以把这辆新车借给你们 好耶 真是太感谢你了 车棚要放下来吗 好的 谢谢 我只要来单击这个红色按钮 很智能的车子 哇 等你们回来时车子就修好了 谢谢你的帮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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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一家都很喜欢这辆蓝色的新车 这辆新车有好多按钮啊 这个绿色按钮是干什么的呀爸爸 试一下吧 原来是神奇的窗户 爸爸把神奇的窗户降下去吧 这个蓝色的按钮是干什么的 这个蓝色的按钮是干什么的 不行 我们不能把它留下 我们今天只是借用一下 噢 噢 糟糕 看起来要下雨了 我来把车棚升起来 可是哪个按钮是用来升起车棚的 天哪 我糊涂了 一定是这个按钮 新车朝猪爸爸脸上喷了一脸的水 糊涂爸爸 是那个按钮 是这个按钮 天哪 不是这个 那么这个 猪爸爸忘了是哪个按钮可以升起车棚 我觉得这辆车不喜欢我 试试这个红色按钮 好棒 但是雨停了 我们可以把车棚再打开吗 好的 是哪个按钮呢 好的那个 好耶 狗爷爷已经把车子修好了 你的车子修好了 好耶 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用找了 谢谢你 猪爸爸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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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是我的旧车开起来感觉好 我喜欢那辆新车 但是我更喜欢我们的旧车 我觉得我们的旧车也喜欢我们 对吗 暴风雨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佩奇的乔治在外面野餐 我来倒些果汁给你 太迪 你说什么呀 非常感谢你 佩奇 不用跟我客气 太迪 你也来喝点果汁吧 恐龙先生 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不用跟我客气 恐龙先生 太迪和恐龙先生想吃点饼干吗 我们还不是很饿 佩奇和乔治可以吃掉所有的饼干 谢谢你 太迪 这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呀 佩奇 乔治 快一点快回到屋子里来 妈妈 刚才外面有很响的声音 那是雷声 佩奇 这就意味着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快 在下雨之前回到屋子里去 不用这么紧张 这雨还要很久才会下下来呢 现在天色变得越来越暗了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佩奇 乔治 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拿回来了吧 恐龙 很好 恐龙先生安全了 太迪 我忘了把太迪带回来 他会被淋湿的 别担心佩奇 爸爸这就去救太迪 那你要快一点才行 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还是非常了解暴风雨的 要很久之后才会下 哈哈哈哈 如我所料 这么点时间就足够了 可怜的太迪 他全身都湿透了 是的 可怜的太迪 我们把它弄干 可怜的太迪 可以了 太迪 全都干了 哈哈哈哈 那可怜的爸爸要怎么办 我全身也湿透了 哦 真对不起 猪爸爸 我们来帮你擦干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全干了 猪爸爸 又干爽又整洁 嗯 哦 哦 雨水都进到屋子里来了 这下地板全湿了 真糟糕 我们该怎么办 猪爸爸 不用担心 猪爸爸拿了个水桶去接滴下的雨水 干得好 猪爸爸 小菜一碟 哦 怎么 哦 快点 再去找点别的东西来接水 做得好 佩琪 小菜一碟 哈哈哈哈 啊 妈妈 雷声真的好响好响 没事的 孩子们 你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来看看闪电和雷声间的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越久 说明暴风雨就离我们越远 一 二 三 已经到三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已经到五了 暴风雨越来越远了 看来暴风雨结束了 好嘞 暴风雨过后 花园里布满了泥坑 佩琪最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我最喜欢暴风雨了 它一来就会有很多泥坑 我最喜欢在泥坑里跳了 哈哈哈哈